节制欲望 忍人所不能忍 我们为什么要苦修行 因为苦修行能提升你的境界 让你的境界越来越提升 你们嘴巴里讲提升境界 那么境界是怎样提升呢 什么叫境界 境界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就像有些刚刚到澳洲来的人 没有境界 到公共厕所里拿人家的手指回家 加了汽油不付钱就走了 随地吐谈等 这就叫没有境界 在澳洲待的时间长了 境界自然跟着提升了 现在还会拿人家的手指吗 加油不付钱吗 还会随地吐谈吗 这就叫看不见的境界 因为他知道 爱护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 所以他的境界随着环境的变化 自然就提高了 这么干净的地方 没有人乱吐谈 你自然就不会随地吐谈了 这就叫境界 因为你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在吃苦 我们必须要救度他们 当你的这个境界提高了 你才会有菩萨的境界 道理很简单 但是必须先提升自己的境界 不要在乎任何物质上的享受 今天开了好车了 还想要更好的 今天有吃的了 还想有更多的 今天睡了 还想再多睡一会儿 很多人在爬不起来的时候 想能再多躺一会儿多好 这些都是属于贪欲 愉快的时光过得快 苦的时间过得慢 这就是为什么在地府的时间过得慢 而在天上的时间过得快 其实人间就有天堂和地狱 关在监狱里的人天天度日如年 而天天在开心吃喝玩乐的人 他的时间就过得快 这就是人间的天堂和地狱 苦修行实际上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约束你自己 苦修行就是要把自己约束起来 使自己精神能专一 犹如我今天是一个学生 在家里做功课 我为了能考上大学 把自己捆绑起来 这个捆绑是把门关起来 把电视机搬出去 把游戏机关闭 把所有的电话切断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学习能专一 精神能集中 师父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能考上悉尼最好的大学 他四年没有看电视 就看报纸 他把家里的电视机全部收起来 谁都不准看电视 这就叫约束自己 你们跟随师父学佛 师父要不要约束你们呢 如果师父不约束你们 你们就会乱看 思想就不会专一 就不能一门精进修学 约束自己 使自己的精神专一 才能达到定 就是说 能约束自己的人 这个人才能达到定力 我要学佛 我要约束自己 我不能乱看 不能乱想 不能乱讲 不能有杂念 祈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 驱除我的杂念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帮助你的 要记住 约束自己苦修行 就是得如来智慧 就是得佛菩萨的智慧 当一个人 顶得住的时候 才能产生智慧 任何时候 都要约束自己 你是菩萨 你是有形象的 笑都不能乱笑 要学会克制自己 那才叫约束自己 那才叫学佛 人要有尊严 约束是非常重要的 定力就是靠约束得来的 想做的不能乱做 想吃的不能乱吃 跟随师父学佛法 就是要约束自己 要想修成正果 就是要约束自己 克制自己 才能带来 心中的乏喜 因为你克制了之后 那种开心 是从内心的开心 而不是外表的 触目性的开心 比如你吃到东西了 那种开心是临时的 因为就在你这么几寸 喉管的地方 吃进去的时候 有感觉 咽下去后就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啊 那你就是为了几寸的喉管 你来享受 这种开心 有什么意思呢 心中开心了 叫静安开心 因为心很安静 很平安 那种开心 是可以保持一定的时间的 要学这些东西 师父今天 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全世界的人 只要称师父是菩萨 那师父就是做得对 我就对得起观世音菩萨了 如果全世界的人 都在骂我的话 那我就是做错了 师父现在付出的是生命 换来大家 崇敬菩萨 爱观世音菩萨 是在救人 我们修的是乐行 什么叫乐行 就是快乐的修行 我们必须要用快乐来修行 快乐的修行 外人看我们是苦修行 实际上 我们自己很快乐 那才是乐修乐行 你今天帮助人家的时候 快乐不快乐 就像有人说我 卢台长 你吃素这么多年 你好苦啊 你连海鲜都不能吃 你白来人间活一次 你们说 我活得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人家说我瘦 我还说 这是健康美呢 人家享受 还瘦不下来呢 我们活得很开心 我们活得很开心 人家看我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自己认为开心 那才是开心 明白了吗 救度众生 是最开心的事情 是最伟大的事情 今天能够救度一个人的命 那是圣造七级浮屠啊 要活得有意义 活着时 人家尊敬你 崇拜你 死了之后 人家纪念你 世界上的五种欲望 我们要能控制 能节制 有规律地去修行 我们就是快乐行 五种欲望 大家都知道 前面 已讲过了 我们不要贪名利 我们要节制它 控制它 比如 我明明不能吃荤腥 但是 我控制不住 那我就节制 少吃一点 再不行 我们就有规律地 去控制它 有规律 就是有节制地 去控制它 让自己 尽量初一 十五吃素 这就是 有规律地节制 控制 自己这两天吃素 然后 我十天吃素 再来 我一个月吃素 最后 就可以吃全素了 自然而来的修心 就是 很自然来的修心 我很自然地 接受了 如吃素 很自然地 节制了 自己的贪欲 食欲等等 这就叫 乐行 就是快乐的行为 快乐的修行 每天睡觉 自然地醒了 舒服不舒服 如果睡觉 是不自然地醒了 脑中一响 你难过不难过 修心就是 要修自然的东西 对人 也是要这样 要自然 吃素 也要自然 我不贪钱 我也很自然 我不贪睡 我也很自然 那才叫修心 那才叫养性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师父 在给你们讲 养生之道呢 其实 修心和养生之道 是一样的 修心的人 活得长啊 这个活得长 说的是 阳间 人间的 如果对世界上的 五欲六尘 你不钻进去的话 你就活得长 常言道 饭后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这都是养生之道 遇事不怒 讲的 也是养生之道啊 所以 我们要追寻 精神上的欢乐 而不是 肉体上的欢乐 肉体上的欢乐 很快就结束了 而精神上的欢乐 是永远的 我们追求的 是一种精神上的爱 而不是肉体上的 不是人间的 短暂的 更不是一种 带着苦的爱 真正的快乐 在哪里 要懂得 真正的快乐 是在人的精神里 因为你的精神满足了 你就有快乐了 你所有的痛苦 就是因为 你的精神不满足 才带来了痛苦 要自然产生快乐 一个人 气很足的时候 就会产生快乐 气足就是 因为我很干净 因为我很开心 所以我气足 这个人气足的时候 是不会生病的 是很快乐的 你们去听听看 生病的人的声音 都是有气无力的 气不足了 气不足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痛苦 想不开 气就不足了 所以学佛的人 要懂得气足 气足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就是欢快感 因为气足是一种 内在的表现 师父讲给你们听 它的内在表现形式 是清安 刚给你们讲了一个 叫静安 现在给你们讲一个 叫清安 就是当一个人 很开心的时候 它是一种清安 就是轻松 没有烦恼 就轻松了 嘴巴里 怎么会哼小调的 就是因为 没有烦恼了 开心啊 人不识字 没有关系 但是 不能不懂道理 不懂道理 这个人就白活了 所以世俗人的快乐 是靠接触 而修行的人 是靠内心的知足 我们是修行的人 心里知足了 那么就很快乐了 心里不知足 就感觉很难受 很苦 接下来 给大家讲一个通字 我们经常讲 要想得通 什么是想得通 想不通 通 是你想的 什么事情 都是你想的 最后 是一个通字 你去想 如果你的后面 没有这个通字 你是想的 永远是你想的 通字 就是你想通了 什么是通 通经络 你脑子通了 心通了 身体也通了 你这个运程 也会好的 想得通的人 不会生病 因为他的气 卖通了 全部打开了 告诉大家 要彻底的 认识自己 一个人要彻底的 认识自己 很多人 不认识自己 还以为 自己很了不起 了不得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是谁呀 要彻底认识自己 实际上 就是认识了 佛菩萨 因为当你真正的 了解了自己的本性 了解了你最原始的根 你就是认识了佛菩萨 常常责备自己的人 往往能得到他人的谅解 哎呀 我做错了 对不起了 人家就会原谅你了 我没有错 我就是这样的 谁原谅你呀 如果不了解自己 又经常去责备别人 最后 弄得自己 痛苦不堪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做得对不对 常讲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最后 大家都讲你不好 弄得自己 痛苦不堪 不要去讲人家 讲人家 一定会讲到自己的 结果 自己就会很痛苦 你怎么会被人家讲的 就是你自己嘴巴 讲人家了 人家才会讲你的 这是人间 最起码的道理 也是佛理 一个人 真的做人做道 常责备自己 原谅他人 这个人 就是菩萨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在佛法上 叫大雄 人家不能做的 我去做 人家讲我 我不能容忍的 我一定要容忍 许多寺庙 都有大雄宝殿 里面都有许多的 佛菩萨 佛菩萨的一个 基本点是什么 就是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人学佛之后 如果你远离了恶习 不去做坏事 不去动坏脑筋 你就离幸福近了 你想幸福吗 你想越来越好吗 那就改掉你身上的恶习 你就幸福了 佛菩萨就是 觉悟的众生 因为你这个众生 觉悟了之后 你就变成佛菩萨了 而众生就是 还没有觉悟的菩萨 你们是不是众生 你们心中 是不是有佛 你们心中 是不是有菩萨 但是 你们没有觉悟 所以 你们不能 被称为菩萨 只能称为凡人 心量狭小的人 烦恼多 气量越小 烦恼越多 心量广大的人 智慧 非常的 丰饶 也就是说 当一个 气量很大的人 这个人 是非常 有智慧的 有些人喜欢 吵架 对方 不跟你吵 这个人 就是 有智慧的人 心量大 如果 跟着一起 吵架 那么 这个人 也是小人 如果 夫妻 两个 一起 吵架 那么两个 都是小人 佛菩萨说 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所有的善 我都去做 所有的恶 我全部 不去做 要把自己 所有的意念 好好地 转变为 干净的意念 这才叫菩萨 如果人人 都能够 积极地行善 不做恶事 人间 哪里 还有邪恶 人间 将 到处 都会 充满 爱心 和欢乐 愚痴的人 一直想要 别人 来了解他 这就是 愚痴的人 你知道吗 我很好的 我过去 怎么样 怎么样的 只有愚痴的人 才会 这样做 这样说的 愚痴的人 总想 让人家 了解自己 而有智慧的人 总是 努力地 了解自己 经常 了解自己 的人 才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因为当他 了解自己 的时候 他就知道 自己应该 怎么做了 他就知道 自己所做的 一切 是对 还是错 这就是 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傻傻的 总想让人家 来了解自己 有本事 自己了解自己 把自己了解清楚 以为自己 很聪明 跑出去 给人家 不停地讲 这个世上 没有一个 比你笨的 你讲出来 你就是这世上 最愚蠢的人 菩萨不会要一个 不肯承认自己 错误 而造出因果的人 因果 是担当 承受 所以学佛 要学要领 学精神